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的熟悉 但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 所以每个人对于开源的认知也都是会有所差异 然后下面我以个人的视角来分享一下我和开源的故事 首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展昆 之前在霍拉拉科技做项目管理 后面因为开源来到了支流科技 也就是现在的公司 我个人觉得开源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的话也是想结合个人对于开源的认识 来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然后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施行交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分享的大纲 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 第一是开源是什么以及开源的魅力 第二的话就是想简单的和大家科普一下如何为开源去做贡献 第三的话就是展望一下开源未来的前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开源的魅力有哪些 或者说当你想到开源的时候 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哪些词汇呢 比如开放 共享 创造力 理想主义 极客精神 开放原代码等等 而这些词汇其实它们都是开源的代名词 同时它们也代表着开源的魅力 而对于我来说像黑客文化创造力 开放 共享 极客精神都吸引我的地方 而它们的背后正是开源的魅力 我对于开源的认知其实是比较晚的 大概在19年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摆脱了开源的概念 那个时候觉得开源代表着开放共享理念很棒 但它更多的是针对于程序员的 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直到后面21年决定进入现在的公司的时候 才对开源有了可以憧憬的第一印象 那个时候才认真的去查了一下开源 有两点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第一是觉得开源的未来很美好 第二的话是觉得开源可以带来职业价值 首先觉得开源的未来很美好吧 主要体验在三个点 就共享 共建和共创 首先共享的话是可以让价值更大化 而共建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共创的话其实就证明 当大家都参与进来的时候 它的未来是有无限可能的 第二点的话就是从实际层面来谈的话 就是开源可以带来直接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第一 当初进来的时候也是基于开源项目的商业化产品 而它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当走进开源之后 我理解开源开始变得更加具象 也就是当别人再次问我开源是什么的时候 我可能会思考一下 以及去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做简单分享 首先我会跟他谈一下开源的历史 通常说了解一个事物先了解他过去 所以我会先潜谈一下它的发展史 然后再聊下开源文化 因为文化代表着一种精神 只有好的文化才能让开源走得更远 最后的话我会结合项目实践 来来聊下开源项目和开源的商业化 也就是避免项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开源的历史 开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 MIT的黑客文化 而黑客文化背后所代表的正是一群程序员 基于兴趣暗号去编程去发现问题 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而这些正是奠定了开源文化的重要基石 之后在1969年UNIX诞生 它在开源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Linux和苹果的MacOS 都是基于它而产生的 但是UNIX在使用方面并不是非常的开源 它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后面在1985年的时候 史刀曼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 并成立了自由软件基因会 同时他还左手编写了非常著名的GPL协议 之后在1991年Linux创建 再往后的话是My Circle的启动 但此时大多数人对于开源的认识 还是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 直到1997年的时候 Eric Raymond写了一本书 叫大教堂与集市 而这本书对于开源做了非常深度的探讨 其中提到的大教堂是指软件在发行后公开 但软件的每一个版本在开发过程中 它是由一个专属的团队所管控的 也就是不对外开放 而集市模式的话是一种真正的开放模式 它是指原代码在开发过程中就已经对外开放了 之后在1999年和阿帕奇软件基因会的成立 200年Linux基因会的成立 而他们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 因为我们的很多开源项目 其实都是基于像阿帕奇软件基因会这样的组织存在的 同时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处理很多像知识产权的问题 以及让开源项目能够更好的浮化和运作 再往后的一些年 当大家逐渐意识到开源的重要性后 就有很多的开源软件公司陆续的成立和被收购 这也代表着开源逐渐被重视和认可 由此可见开源的历史才刚刚拉开帷幕 后面的故事也一定非常精彩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开源文化 文化的话其实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它是渗透在开源社区、开源项目和开源用户里面的 比如小明想到了一个好的idea 它的第一想法可能是去某个社区和大家交流 并希望把它做成一个项目 当然这个项目如果真正做成的时候 它也会非常的有荣耀感 而这些背后的动力都离不开开源文化的群套 所以我这里大概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 首先我把开源社区比喻为开源之土壤 而参与者则是开源之种子 它们基于开源社区 它们基于开源之土壤不断成长和做出贡献 最后结出了累累硕果 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 开源文化就像养料能肥沃土壤 能让种子快速发芽和茁壮成长 并结出累累果实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开源项目 开源项目主要从以下三点去做分享 第一是开源的项目有哪些类别 按照大多数人的分法 就是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基础软件 云云原生大前端 OPS 开发框架与工具等等 而它们具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以云云原生的APSX为例 来浅谈一下开源项目的特点 首先一个好的开源项目 它一定是足够开放的 而Apaq APSX的话 它是基于Apaq License 2.0 进行设计的 所以它在商业友好的方面 一个友好的开源项目 第二点的话是 是否具有活跃的社区 友好的生态 第三点的话是 产品本身的质量是否过关 而Apaq APSX的话 它的底层架构是基于NGX设计的 NGX在早期全球范围内 都有着广泛的使用 所以在安全和稳定性方面 具有良好的保障 第四点的话是 高性能和全动态 第五云原生架构 第六多云原开发 那么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开源项目呢 我觉得可以从活跃度 这个角度来去看 而如果把它量化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它的代码和社区的情况 首先从代码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以下的一些数据 比如代码库的总提交量 以及它的提交频率 第二是改动的文件数量 第三是release的一个总数量 以及它的频率等 还有下载量被其他项目使用的次数等 第二是从社区的角度 比如贡献者的数量 邮件订阅列表的数量 然后邮件的主题数等等 而这些数据能够很好的反映一个项目的活跃程度 项目的质量 以及项目的受欢迎程度等等 而开源不仅为个人带来价值 它同时也能为企业带来收益 而这也符合开源的理念 因为开源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以及组织企业去参与其中 而开源项目商业化的模型的话 主要包括两种 第一是保留开源 也就是双许可的商业模式 比如API6和我们的API7 Enterprise 第二种的话是不保留开源 比如SaaS模式 项目定制模式包括某些集中厂商 他们通过硬件捆绑销售的模式 而这些项目商业化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实践 这个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成果 同时会反补到社区 来让社区变得更加丰富 第三点的话就是 当开源项目变得越来越流行的时候 开源的商业化也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对这点不难理解 那我们应该如何为开源做贡献呢 也就是当开源走进我们的时候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 友好的晕抱开源 所以在这里简单分享下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 去为开源做贡献 首先是代码贡献 我这里列举了几种情况 就是第一日直接的代码贡献 比如小明在该特上为 APS6捐赠了一个PR插件 然后其实它是一种最直接的贡献 当然也有些大佬他们可能会直接捐赠一个项目 而这些都是最直接的贡献 第二是帮助别人review代码和技术答疑 比如小明为小张去review代码 指出了他的一些问题 或者小红为小李在slack的某个曲里 解答了一个技术难题等 这些也都是贡献 第三是给代码去写文档注释 比如小明看到小李写的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但没有注释其实看着会非常费解 所以好心的小明就主动写了份代码说明 而这也能够很好的去帮助 帮助后来者了解这个优秀的功能 除了代码贡献之外 其实我们很多的人是非技术出身的 那么我们从非代码角度来看一下 可以做哪些贡献呢 一是写文章做视频 比如去专写某个项目的上手指南啊 采生记录啊 或者去谈一下对于开源文化的一些看法等 第二是做翻译 开源它其实是一个全球参与的事件 但某些项目可能只活跃在一片区域 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精通语言的同学 来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项目 第三步道分享 比如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分享 其实它也是对于开源的一种贡献 因为它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开源文化 再比如当你把开源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一种贡献 第四是文档的完善 其实文档是很多人去了解项目 上手一个项目的重要途径 尤其是对于小白来说 我们在没有他人指引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依赖于文档 来去了解一个项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帮助补充和完善社区的各类文档呀 甚至感兴趣的人可以去尝试搭建一个更好的知识库 第五的话就是提优化建议和方案 比如我们在邮件列表 在邮件列表中经常会讨论一些主题的事情 而这些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 像产品经理他可以去思考如何更好的去打磨某一个功能项 而家务师的话可以去聊他的架构 而设计师的话可以去提一些友好的交互设计 甚至参与到我们logo的设计等 第六参与到社区讨论或开源项目 就是当你对一个开源项目非常感兴趣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直接的参与进来 去和大家的交流讨论 第七建设本地社区发起开源项目 如果我们没有当地的一些社区 我们可以作为发起人去创建本地的社区 然后也可以去把我们的一些 也或者是把我们一些好的想法去浮化为开源项目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贡献 最后我们再展望一下开源的未来 我觉得开源的未来应该会有更开放的生态 更广泛的领域 以及更多人的参与 这里更开放的生态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社区 或者项目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而更广泛的领域的话 其实我想象中的开源一定是会在很多行业流行 它不仅应用于互联网 还可以应用于制造业 生产农业 经济 政治等很多的领域 而更多人的参与 这也是开源的本质 试想一下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可口可乐的制作 都可以去迭代它 那它一定会变得非常美味 甚至有人会给它起一个新的名字 叫开源可乐 而这些也正是我所展望的开源的未来 OK 我的分享主要如上 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开源的话 这里做了简单的推荐 书籍方面的话 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教堂与集市 也就是刚才开源历史提到的 这本书对于开源有相对深入的探讨 网站的话 开源中国 它里面其实是包含了非常多的开源知识 以及基金会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Apaq软件基金会 同时我们也可以 Apaq APSX这个项目为例 来去了解一下开源项目的运作 最后的话 这是我的个人微信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私信交流 OK 谢谢大家